我們看這題 它說已知PQ2點 在AV的同一側 那它要求在AV上找到一點歐 使得什麼呢 找到一點歐 使得這個腳 跟什麼 跟這個腳要一樣 好那怎麼做 我現在的話 就什麼呢 就 以什麼呢 找 找什麼呢 找AV 以AV當什麼呢 當對稱軸的那個對稱點 那怎麼做 你就通過這一點 做什麼呢 做垂線 做AV的垂線 然後用圓規的話 這個長度 把這長度量過來 那這樣這一段的話 跟這一段都一樣 然後你再連接什麼呢 連接這個 這個叫做PQ 連接什麼呢 連接這個 PQQ 那跟什麼 跟AV的焦點呢 就是我們一樣 這個就是歐點 我們一樣 為什麼呢 這一點的話 能夠保證說 這個腳會等這個腳 因為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這是九十度 這是九十度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這共邊 所以是 SAS 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既然全等的話 所以這個腳跟這個腳就一樣了 這兩個腳一樣 但是這兩個腳一樣 為什麼 是吧 因為這是對頂腳 這兩個腳一樣 這兩個腳一樣 所以這兩個腳就一樣了 所以這樣我們就做出來了 這兩個腳就一樣了